大家好,我是刘亦 土豆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今天教大家一个最近很火的做法 在饭店要卖38亿份 在家做成本不到3块钱 关键是做法特别的简单 而且还好吃 外酥里软,甜酸适口,老少皆宜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您一定能够学会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两个比较小的土豆 稍微大点的土豆 适合用来做炒土豆丝 在削皮之前 一定要把表面的泥沙先清洗干净 这样再次削皮的时候 就不会因为泥沙粘在土豆表面 很不好清洗干净 清洗至表面没有泥沙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用削皮器削掉外皮不要 用这样的小土豆成型好看 而且成熟还快 再次放入清水中 稍微清洗一下 看一下通过这样的处理 土豆表面就非常的干净 接下来改刀 切成薄薄的厚片就可以了 不要太薄也别太厚 这个厚度和筷子头的厚度差不多就可以 这样更能吃到土豆沙软的口感 切好后装入盆中 放入一勺的食盐 用手慢慢翻拌均匀 这个目的是去除土豆表面多余的淀粉 而且通过腌制 土豆可以变软 测起来口感会更好一些 最好是腌制十分钟 可以看一下通过十分钟的腌制 已经出了一些水分 再倒入多一些的清水 先浸泡上 接下来准备少许的辅料 搭配颜色又均衡营养 少许的胡萝卜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细的出湿 切好后装入盆中 香菜根适量 清洗干净后改刀切成段 不喜欢吃香菜的 用小葱或者是芹菜也可以 大葱切这么三节 把里边的硬心取掉 再切成细丝 切好后装入盆中 接下来调个酱汁 小盆中先放入两勺的番茄沙丝 或者是番茄酱 增加红量的颜色 一勺的蚝油增加鲜味 少许的食盐调底味 两勺的白糖大概30克 再放入三勺的白醋 这个菜是小甜小酸 所以糖醋的量根据你自己的口味而定 再放入少许的清水 用勺子慢慢的搅拌化开就可以了 再准备少许的大蒜切成蒜片增加香味 不喜欢吃的朋友可以不放 食材准备好后进行下一步操作 起锅烧水 先来煮制土豆 把浸泡过的土豆倒出 再用清水冲洗几下 水开后保持大火倒入锅中 用勺子推动几下 让其受个均匀 然后关中小火煮三分钟左右 把土豆煮至表面稍微变色 大概五成熟 再用漏勺捞出 接下来起锅烧油 再把捞出的土豆片 倒入凉水中过下凉 凉特后捞出控干水分 这个目的是方便在拍粉的时候 能够很好的沾上淀粉 控干水分后倒入盆中 放入玉米淀粉慢慢的翻拌均匀 玉米淀粉的量稍微要多一点 而且最好是分三次放入 目的是让每个土豆片都沾上淀粉 这样做出来成型好看 口感吃着外酥离软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烹饪小知识 做油炸类的土豆切记不要直接生炸 那样吃着口感不好 而且还容易炸糊 一定要煮至五成熟 再拍上玉米淀粉来炸制 如果感觉偏干的 再抖入少许的清水 这样淀粉就能够很好的沾附在土豆的表面 像这样就可以了 拍好粉后 再捡入另一个盘中 把淀粉渣子一定得去除掉 这样在炸制的时候 油才不会到处乱溅 伤着人 油温烧至六成热 保持中火 把土豆片像这样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 油温一定要高一点 这样成型好 不宜粘脸脱粉 全部下完后 先静置十秒钟 再用勺子推散 继续保持中火 先炸至两分钟左右 把土豆先炸熟 做这个菜最好是要复炸一次 目的是去除多余的油脂 口感吃着 外酥离软 再炸四十秒钟左右 把土豆杂质都漂浮在油面 颜色黄亮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来 听下这声音非常的酥脆 这时候 碰上椒盐 或者是自己喜欢吃的蘸料 就可以吃了 锅中留少许的油 下入蒜片 先煸炒出香味 炒至蒜片微黄 下入提前调好的料汁 保持中小火 向一个方向慢慢的推动 把酱汁炒至粘稠 再放入少许炸土豆的热油 继续推均匀 这样炒出的酱汁 颜色会更加鲜亮好看一些 再倒入炸好的土豆 炒匀酱汁 最后倒入胡萝卜 葱丝和香菜段 稍微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炒至断生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哇 这颜色看着就很有食欲 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的 糖醋土豆片就做好了 比糖醋里肌还要好吃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 评论转发收场 我们明天再见